雖然是東亞參選 不過當舊鄉長林家瑩 在這幾天的培董只剩下他每天一針頭 驚頭拜票的模式來進入當舊鄉23的針頭 有時候老實大在在產林作息 林家瑩也親自驚到產林 向老實大來握手問候 看到一樣的競選 這麼年認真打拼 鄉親都學了他實在是有夠拼 他林家瑩強調在進入針頭 來瞭解鄉民心疼 讓未來的市場可以競家就轉 雖然是鎮壓競選 當著鄉長林家瑩並沒有1點在台湾 定期參選在後就創立到競選團隊 打遍鄉來23的村落 一個拜訪選民鄉親 林家瑩表示 親切了解鄉情 讓未來的市場競就轉 我是東石鄉長候選人林家瑩 今天走東石鄉第18個村莊 然後我們這裡總共23個村莊 還有5個村莊 那我也希望可以透過我走每一個角落 可以發現更需要幫忙的人 然後也感謝大家鄉親對我的疼疼 那也希望未來的4年我會繼續秉持的服務的心 就是鄉下的鄉親 比較多有弱勢團體還是獨居老人的 就是透過走路每個村莊會發現更多 那也謝謝大家鄉親對我的疼疼 林家瑩表示 感謝鄉親對鄉長的人家 專立收聽 正出品完成當作基產建設 譬如海部隊老鼓屬業海鐵已經完成1,150公斤中間 海部隊比較受寒白水色系 雲崗川白水以及Q3工程 改善當作歐巴基地點建設 當作為1,04年到1,04年 核立總管環境成結立立法第一名 這次雖然是鎮壓 有萬希望鄉親專立支持 選票固定就是以金欧四黨核部的動立 未來將近努力核部鄉親建設當作 讓當作越來越好 越來越進步 最新新聞 鄉來信 鄉主向 蔡宏波登